好,回到Part 2的動漫萬歲,我們今天繼續講這個2017年秋番的中期探討 本來是... 你等著講中番介紹 是呀,強硬扭到中期探討就算了 好,繼續講一下,大家看了什麼作文,女生你看了什麼 那個又有錢入心,現在講一下,感覺上都像是日常番 但其實我覺得它背後應該需要用一些老的說話 這條作品就叫做《現衝的推薦》 或者其他東西叫做《網絡勝利組》 簡單講一下故事 故事就是講一個大概30歲的OL 突然間某言辭公決定去做一個尼德 就是那些嘉女樽 這麼有夢想? 不是,它應該是在公司上遇到什麼 決定貿然辭公不做 就做尼德 做尼德的時候,除了吃飯睡之外就是打遊戲 是 打遊戲的時候,它開始了一個大型網絡的RPG 它就把自己的遊戲角色設定為男性 然後在《隨著故事》的發展,加入了公會 遇到很多形式的人 然後某一天就發覺它在家就昏迷了 然後就進了遊戲就出不回來 不是那個 是 是 其實發現原來 原來就是 除了故事發展 原來是發現 那個公會裡面的東西 原來就是身邊裡面 在現實世界裡面有些言言識識的人 哦 這樣就開展了一個非常之有其意識彩的愛情故事 不是亞馬遜 這樣 那意識就不一定是那些的 不是每次都玩到這麼重口味的 但是其實這套東西 要套追的東西就是 它很那個 都遇刀俠主義都很厲害的 是 例如 剛巧 男主角 男主角就是他 他在遊戲裡面第一次見到的那位女角色 哦 OK 就是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是 有時候 就是很多網絡人妖 老實說就是 是 這個才是正常的 但是 大家打遊戲 很多人都會 都會想做其他成果的 是 是 那就是 目前來說都幾有趣的 那 就是 他前面都還在做人物介紹 是 那 現在去到後面 男主角 好像就 終於都 都 認知到 女主角的真實身份 就是 知道遊戲角色和現實世界的身份 那麼 剛好 故事情之後 講到他們 那個 故事 應該剛剛開始入主線 剛剛展開 是的 前面都處理得幾有趣的 還有 講一下那個 音樂的主題曲方面 是由 中島外這個擔當主題曲 嗯 那個主題曲 九圍 九圍地 對 非常之高 quality 我覺得就是 嗯 嗯 那 推薦大家去看看這套 中島外 都很久沒見過他 不知道他一邊 完全 聲線完全不同了 老實說 嗯 就是對比起蘭花 就是蘭卡人的 那個聲線就完全不同了 嗯 多了大人味道 OK 大人了 是的 嗯 OK 有興趣 因為這套都還沒進入主線 我不是說了很多 嗯 是的 我聽到都挺過癮的 雖然我真的從來沒試過 就是打online game 會看到 剛好看見那個人是我現實式的 我覺得是沒什麼可能的 基本上是沒可能的 他都不是現實式的 他是 即是他現實都是剛剛認識的 是 然後網路世界認識了很久 哦 然後才發現 原來你是他 OK 這樣 更加 更加難撞到 不是 反過來 就是 你講的情況就是 現實世界認識了一個人很久 原本認識了 是的 原來你又在世界裡 又認識了一個人 誰知道原來這兩個人 是同一個人來的 又不是這樣 是的 是更加更加 更加難會遇到的 這樣 那挺過癮的 都可以 留住人可以看的 還有想說 倫德馬美智 倫德馬美智的演技 是 都 很貼地 是 他都做到那種 快要30歲的女人 那種 又做到很尼特的那種 那種 那種容懶感 很頹 很頹廢的那種感覺 就是 就是 倫德馬美智 你猜他之前 之前都配的那些角色 都 呃 就是 很 很純情派 也很文青 這樣 是 就是給我的印象 但是他今次 今次這個角色的挑戰 我覺得幾好 就是 都幾令眼相看 嗯 嗯 是 那我推薦大家看看 嗯 然後 到下一個 那 就到我了 那其實呢 以我來說 我覺得這件事很少 就是 那今季呢 我就偶然地 就開了一套 浸的馬鏡動畫來看 是 其實我很少開 浸的馬鏡動畫來看 浸 浸 就是一個套 就是生敵人出現打架做朋友 生敵人出現打架做朋友 是 那我其實很少開針來看 那 說真的 那一句就 那今季就偶然地開了出來 那就是 這個黑色五叠草 是 那 那 故事大約就是 一個有魔法的世界 那 那在那裏就是 有魔法呢 就 一切 就是 沒有魔法的話 那你就 流浪做乞衣 那 那 然後 這個 就是 主角 阿 阿 阿斯塔 其實就是跟他 一個 青梅竹馬 就叫 就是 由小時候就被人 棄子 棄了 在教會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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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個 相當之 優 一個天才級的資質 在魔法方面 而阿斯塔 就是 零 魔法 直接是 連用都用不到 不是 是 就是 魔法零分 魔法零分 不是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是啊 那 然後就說他們兩個 以這個 他們的國家 最高級的 一個魔法師 就叫 魔法帝 魔法帝 就是 僅次於 國王的權力 就在這個國家裏面 就說他們兩個 向著魔法帝 進發的一個故事 嘩 是啊 是針的套路 一陣很熟悉的味道 就是針的套路 是 但是 其實都是 針近年的 一條 一條和草 不是和草 是稻草 一條稻草 救命 稻草 那我就少看針 其實 是不是 真的 去到 這麼嚴重呢 就是 針的 作品難 近期呢 最好賣的 就已經是 我的英雄王 那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想想 其他的就是 跟著就暗窄教室那些了 你自己想想 跟一跟正 雖然說我很少開針 但是 食棘也是針 食棘也是針 食棘也是好賣的 其實食棘也是針套路的 又是 有新對手 跟著互相煮食 做朋友 有新對手 互相煮食 做朋友 差不多了 都是針套路 是的 那 那 是啊 繼續說 不是 老套也有 老套也好看的 老套也好看的 那 至少我覺得就是 他 怎麼說呢 就是 很針針的就是 一定有 階級歧視 先 就是 階級歧視那個 其實做得挺好的 雖然都是很針套路 那 因為 在他們的世界 有魔法書 就是有魔道書 有魔道書 的人 就是大了 是的 而且 他們那個 魔法的系統 就是 你的血統 越近貴族 你的魔法就越厲害 是 公平嗎 是的 就是一個極度不公平的階級制度 就是 又是計血統 又是計血統 那 主角就是 不知道哪裏出來的 就是不知道老爸老媽在哪裏 當然又沒有魔法 但是 向高位爬 雖然很針套路 但是我覺得 他 少年幻來說 近年來說 OK 的射得 算是 就是 永遠都是 這個 主角是垃圾 但是有大字 要向上爬 這個 這條條的人 萬年都會用的 八年都會用的 你爭在寫得很好 那 其實主角 又不算是垃圾 是 如果說打架的話 其實 他是好打過 魔法師 就是 因為 因為 那他不應該做魔法師 他從小到大都沒有魔法 那他可以鍛鍊什麼 就是鍛鍊自己的體能 尼諾克 OK 努力的天才 是 努力的天才 其實他不是沒有魔法的 他都有魔法的 他最後拿到一本魔法書 就是拿一把劍出來 那這把劍就是用來反魔法的 就是物理攻擊玩家 就是物理攻擊的 他就是玩 用魔法來反魔法 他的劍是用來反魔法 是的 還有就是說 他們 自然這些劇情的東西 就一定會有工會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圍著 主角和他的工會 他的成長故事的暫時 動畫和漫畫都是 是的 還有他戰鬥方面 其實也有一些 戰術式的東西 就是不是 找什麼劍出來 我一滾在這裡 那我又反魔法 我一滾在這裡 那我就帥 就是一隻右手 那些 那些 那個也有少許戰術的 不要這樣笑他 不要這樣笑他 是的 OK 譬如他們的工會 有一個是 玩空間轉移的 但是他一開始 他只是除了拿來做 交通工具之外 就沒有功能的 那去到後面 他就會 就是 在 實戰那裡 就組這個戰術 那就是 用開傳送門 就不停傳送主角 在 不同的 角度去進攻 那些 雖然都是很 很 想一想 為什麼不是想一想的 好像很 舊式的套路 那樣 但是他都會有一些 戰術式的 展開 OK 在後面 是的 那這些 就是 雖然這麼說 就是 就是回歸原點 就是大家近年又要去看 下下又要去好爆 又要很另類 另類那頭 爆那頭 就雷死了自己 就雷死了 那偶爾看一些 安全一點的東西 是好事的 那 你不可以每次都是走神跡的 對 神跡不是經常發生的 那 看一些努力的天才也好 我覺得 對 都可以的 對 這套都可以的 除了 如果看動畫版 除了一件事就是 主角很嘈吵 嗯 其實 吵的意思是 其實是他聲優的問題 還是 角色本身是這樣 角色本身是這樣 那個聲優 為了配合他 就做到很誇張的演技 是 那 除了這一點之外 這個是 漫畫裡面都是這樣的 除了這一點之外 都是很正常的 斟套路 就是 可能想 休息一下自己的審美觀 我覺得可以看看這套黑色物業草 嗯 OK 原來他近年 他也是近年 叫做 我覺得 Jump 叫做比較OK 就是 比較有些人留意的一套 那我也覺得 不會 至少太久 起碼我覺得他劇情好過 近這一年的刺激先 哈哈 哈哈 那我覺得刺激run了這麼久 也要回頭踩一下他 我覺得 黑龍妹應該是很尊重的 哈哈 OK 不是呀 免得回頭說 那你講完一套老套的東西 那我再講一些老套的東西 就是這個 今季有一套都挺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Infinity Force 就是這個 其實是這個龍之子的 55周年的紀念作品來的 那其實我是特意查我才知道的 因為我本身突然今季 咦 為什麼有一套說什麼的 還有3D動畫的 然後我查才知道原來是紀念作品來的 那我就抽那幾個 那當年他 那幾個很經典的英雄系列的英雄出來 就混在一起做個故事 那幾個當然分別就是這個 這個神龍飛鷹俠 這個宇宙騎士 原版那隻 不是Blade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新造型間的卡申 然後還有這個 破女拳旋風俠 這個其實我不懂的 我看完這套東西才知道 原來龍之子是有沒有這樣的英雄的 不是他去年才出現一套真人版電影 不是去年 不是去年 今年嘛 我知道今年5月 但是我沒有留意過 還要是版本監督的 對呀版本拍的 我就是看完這套東西 我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查了才知道 不是版本拍過的真人版 我是完全沒有留意過這隻英雄的 總之就是 拿這四個英雄 神龍飛鷹俠就只拿主角 就拿來拍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簡單一點說 就是這個女主角阿邵 就是一個八婆 就是因為小時候的老爸 就離開了他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因為這樣 就很厭世 又什麼都不在乎 就是周圍的人死了 都不關我的事 那些東西 但是某一天他就拿了一支 拿了一支原筆 然後突然間那支原筆 就召喚了幾個那四個英雄出來 就原來就是說其實有個大奸角 就在毀滅很多不同的平靈世界 那他們這幾個人的平靈世界 就被毀滅了 就收容在一個叫Case的一個神器那裡 那但是這個神器呢 就因為神勇飛鷹俠 跟大哥糾纏的時候 就踢走了他這個神器 那神器就轉移了到這個女主角 那所以他們為了保護這個神器 就要 和保護這個女主角 就開始了這個四男一女的同居生活了 是嗎 是不是聽到黑人問號呢 不是 前面都很正常的 為什麼後面的轉節會是這樣 是啊 那就是好像四隻寵物給我女主角的樣子 是啊 是啊 那其實那個 我先不講故事 我先講一些話 那其實呢 他都 有些時候是挺用心的 譬如就是他們四個的 變身之後的造型 當然是有花心思去更新他的樣子 當然不會照用以前那個樣子 那你照一顆更新的衣服跳出來嗎 不是的 那他盡量把它變得比較機甲化一點 那其實神勇飛鷹俠 他弄得好像Batman那樣子 那就是DCD的東西 那沒有 沒有 欸 你講這些 我又 唉 就是 見到打直 就是之後又要上什麼什麼聯盟 很不開心 又要吃多次屎 唉 很不開心 不過回來這裡 那 神勇飛鷹他就吞到整隻Batman那樣子 那 新造型 其實他改了條文 漂亮了 還有 其實他有一些細部位 譬如他出那招 他那招破壞死光的時候 他弄到額頭那個圓形 是有個開關打開的射炮 其實 都 都看到他 然後 最令我 最令我覺得又好笑又有些開心的就是 他幫這個宇宙騎士 翻身了整個樣子 根本就是Blade 他一整 最終原版的宇宙騎士變成Blade的樣子 很搞笑 哈哈 他出了這個反物質炮這個WALTAKER的時候 原本 原版的WALTAKER 原版動畫的WALTAKER 其實他只是 把那個標誌射出去 那現在就真的變成射了一條LASER出來 真的 真的跟著 跟著Blade的 那個表現形式 這樣 我心想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直接出Blade呢 哈哈 哈哈哈哈 那他五十幾周年了嘛 對 那Blade就遠遠 遠遠未到這個歲數了 但我也覺得OK的 整件事是 就是 令到這四隻東西潮了 打鬥都好看的 譬如 譬如 有一集就是 就是 就是 宇宙騎士啦 跟一個 就是 半機械的 內級血鬼隻抽 那最後 有一下呢 他們兩個互相 是超級漂亮的 效果 而且 中間就一直 他怎樣被人 又要跳 就是 他也是有隻白卡斯的嘛 你記著 他本身也是有隻機械人 站著的 那機械人怎樣 又跳下去啊 然後打到一半 又召回他出來 攻擊啊 那些 整個打鬥是 做得不錯嘛 不愧人不支持啦 那但是 有些位 是必須要套租的 第一 就是呢 那些人的樣子 那些畫風 嘩 尤其是那個女主角 我真的不想這樣形容 但是 一看完就覺得 喂 你這些是HGAME女主角的畫風 什麼 什麼 簡直是 那些人說 根本就是在這個 某一間 叫做 Illusion的 的 的 的遊戲裡面拿出來 不是 的遊戲公司 裡面拿出來 對 嘩 他的表情呢 再加上 那些皮膚的光澤 完全是那些 那種 遊戲走出來的 那些女角 我真的 不是 不是 完全是這個 3D女服 對 然後他還要長期都 虛越面 然後就要跟四個馬甩 都住在一起 我就認住 就會有本子劇情 哈哈 哈哈 他都不要緊 另外那四個 除了神勇菲英俠 之外 神勇菲英俠 都還好一點 大叔 平時穿著 衣衫西褲 都OK 營棍 但是另外那四個 穿得 好像基佬 這樣走出來 就是 卡辛也算了 卡辛也算了 有點像菲利浦那種 穿得很中性 但是又 說話又沒什麼 語氣又沒什麼 神情 都還可以的 那 宇宙騎士都不要緊 因為他原本的設定就是 他是 宇宙那些科學研究原理的 那你覺得做到他 知性一點 就是戴下眼鏡 就是思思文文 都算了 我都還可以接受 阿破內拳旋風俠 你幹什麼呢 嘩 他的髮型的照做到 有一半就遮住眼 然後頭髮好像花輪褲殼 這樣呢 落到底就笑 落到底就笑起 向上 即是那些頭髮去到 去到下爬 去到下爬 差不多一個位 就向上笑起 那然後還要 都 都不緊要 都不緊要 但是他還要特意做一個劇情 給他 他跟一個 其中一個奸角 就是隻臭 誰知道他跟我說 原來他跟他 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但是這個朋友 最後入了魔道 就變成一個絕對的邪惡 那這個 破內拳旋風俠 就跟我說 我依然當你是朋友 你不要這樣 你回來了 最終 最終打他的時候 就是一拳 轟到他躺下 轟到他的朋友躺下 他說 為什麼 因為他的朋友 就是專門 剪輯人這些招式 去打人 為什麼這次 我剪輯不了你的招式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不是招式 只是一個充滿 信念和正義的一拳 所以 你 所以你 你曾經 你曾經跟我一起 都在追逐著這個夢想 而已 你不要這麼機啊 你幹什麼啊 你們在這裡搞什麼 哈哈哈哈 宇宙騎士 他宇宙騎士 明明 他的樣子應該是最小的 但是他最後呢 就很凝聚地 追了那隻 追到那隻 追到那隻 女的機械吸血鬼 那隻吸血鬼 好像被他吸引了 那樣的 都叫做 有些男子氣概 破內拳旋風俠 你應該是最man那個 應該是 那誰知道 你原來最機械那個 是你 我真的猜不到 那 但是 不說這件事了 其實故事也有些位置是挺有趣的 譬如他 會不會說 沒有看過以前他們的作品 就看不明白 那故事就是絕對不會 因為他們是直接把 在故事的處理上 是把他們四個 先佈了 其實他們就是 代表著一種 舊的正義觀 和舊的價值觀 就是那種絕對正義啊 要為了守護人而戰 為了守護世界而戰 要犧牲自己這樣 然後女主角阿少呢 其實 有少少接近是現代人的想法 就是 你死你事關我什麼事 我自己 我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為什麼我要 care 其他人的安危呢 這樣 那 然後 再安排到 前半的 現在的集數 其實是 每個英雄都安排 一個敵人給他 而那個敵人 其實跟他的背景 是有點相似的 那但是 同樣的 遭遇 最終 一個變了正義 一個變了邪惡 然後就發生衝突 這樣去 去做一個故事出來 那是 譬如就是啊 譬如就是啊 卡申這樣 其實卡申是 本身是人 來的嘛 是劍生變成改造人 那他就說到 另一個人 有另一個奸角 其實他 他本身是 為了 為了 救他的那個種族 就被他爸爸 抓去跟外星人合體 這樣 變成了非人 然後還要被 被他的族人排擠 那本身就說 跟卡申的遭遙很相似 兩個有些 兩個叫做有些 有些生童感受 那怎麼知道 最後就跟我說 那個奸角到最後呢 原來就是 最後是變成好像 女主角那樣的厭世 既然 既然 我要全世界都平淡 沒有歧視 怎麼做到啊 就是全世界變成跟我一樣 我要把你們變成 跟我一樣 那麼醜 那麼醜 那大家就不會再歧視我啊 這樣 然後卡申 然後卡申就說 其實卡申就是 我都是變成了非人 我都是很被人排擠 但是我是為了保護人 而這樣做的 我不是像你一樣 就是 我是爸爸要求我這樣做 最終我選擇這樣做的 而你就是 而你就是 你同樣都是 認同你父親的做法 但是你時候就後悔 然後變成一個這樣的厭世 那樣 就斥責他 就是 類似這一種的故事 其實是 如果你 你對那幾個英雄稍微有些認識 或者你直接當他們是一種 一種很老套的正義價值觀 其實 是 一些故事都OK的 而且 其實故事開始有點虛進了 因為現在都說到 那個最後的boss其實 那個身份就 是跟女主角有些關係的 而她的目的其實 也是為了 是為了女主角好而去 毀滅那些平靈世界的 這樣就不說到這麼具體 但是最終就令到那個女主角 本身 本身都不打算去拯救世界的了 但是現在這樣搞一搞 搞到她更加不知怎麼辦 那樣 那就 本身就以為 只是 抄那些英雄出來 就 笑笑的 做一套東西出來 紀念一下自己就算了 那似乎不是啦 似乎想認真 之後會想認真寫一下故事 嗯 那大家對這些英雄有興趣 那就可以 留意一下這套東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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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再要求和支持 那 反正都 這套東西都出得街了 那不如 把Play重製好嗎 好嗎 不可以 很緊要啦 不需要重製 其實 高清 高清重製 可以嗎 不是 出BD就可以 但是不需要重製 不經典 不需要重製 你重製 就做不回他的那種感覺 現在 就是當年的那種 崩塌了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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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實 大家都當支持 露知智 那些牌都不知道怎麼辦 大家都 露知智好像都很頹 對 到 即是他的資本都 那他之前也想試試救自己的 出賣真人版電影 但是 那套神控飛影盒 真的 楊神控飛影盒 我覺得是計劃那個人有問題 有什麼理由那個劇本都出了一街 完全是玩殘 玩殘了龍之姐 玩殘自己的blending 唯一一個禁 因為 神控飛影盒是他最經典的blending 他竟然搞到這樣 你還可以怎樣呢 那你其他那些就很難去真人化的嘛 卡申那些很難真人化的 宇宙騎士你怎麼真人化 有些WALUTAKER 你真的3D做 你真的用CG做分手 日本的資本不是經常都做到的嘛 那 神控飛影盒已經是最容易做的東西 你都搞成這樣 那 那 那 大家就被迫要這樣做啦 那 大家 如果對龍之之有感情的 大家就支持一下他啦 那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翻身 那 差不多啦 那 這集 暫時到這裡 看看我們下個星期 可能在 七夜不閒 我們再 說多幾套 我們看過的新版 看看大家 我想下節再錄的時候 應該會是 應該是 已經是 已經回顧了 那 還未的 還未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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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本來我還有看牙狼的 但是牙狼又未入主線 就很難再說 那之後再看看 那 我們 今集來到這裡 我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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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